中国人喝茶是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而冬天大家更习惯用一些中药才泡养生茶喝 冬季是外干燥寒冷 也是流感四月的季节 而民间又有一句话叫 常喝黄旗水防病保健康 这时候喝黄旗养生茶 可以起到补充益气 提高免疫力等作用 黄旗胃肝 性微温 储不尽良药 其主要功效就是补充益气 而且补而补蜜 被李时珍称为补养之茶 是真正的平民补品 可改善气需引起的各种病征 可起到增强体质延延益益受的作用 黄旗的食鸟功效被人们广泛流传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用黄旗搭配各种食材来制作 还有更多的养生效果 一 黄旗养生 黄旗和山楂搭配山楂 除了健胃消食 还有降血脂 降血压 强心 抗心率有其等功效 黄旗与山楂一起泡茶 可以加强一切活血的功效 尤其是用于气虚型心脏病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等 慢性病患者 但要提醒大家 黄旗山楂炮茶 不要在饭前饮用 这是避免空腹服用生山楂引起胃食症 所以要选择饭后饮用 二 黄旗养生 黄旗和枸旗搭配 据本草纲目中记载 枸旗可养心 润肾造 抑制凝神 可见枸旗具有不慎气 抗疲劳的作用 再加上黄旗 两者一起适量食用 对于体力不好 精神不集中 长期疲劳 睡眠不好的人群 有一定程度上的疗效 三 黄旗养生 黄旗和西洋参搭配黄旗 有双向调节作用 高血压的病人吃黄旗可以降血压 低血压的病人吃黄旗可以升血压 黄旗还能降血糖 而加上西洋参 则起到提高抵抗力 辅助降三高的作用 四 黄旗养生 黄旗和牛肉搭配牛肉 能够补充医气 健脾异味 可用于治疗虚损受重 水肿 腰细酸软等病症 食用后又助于组织损伤修复 增强体质及增强防病能力 炖牛肉时放一些黄旗 则可以更好 发挥食疗效果 五 黄旗养生 黄旗和鸡汤搭配上面 一条是炖牛肉时放黄旗 其实炖鸡汤放点黄旗也是很好的选择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方法也不复杂 取黄旗30克 童子鸡已制 将鸡处理干净后 把黄旗用纱布包裹好塞进鸡腹内 然后加入五枚大枣 树片生姜 再将鸡腹用线重新扎牢 放进砂锅内用大火烧开 再转用温火慢炖至鸡肉酥烂即可 用这种方法炖出来的鸡 不仅色香味俱全 而且养心 补气的效果特别好 是各种想补气的人的理想佳肴 各位朋友 你尝试过用黄旗泡养生茶吗 你还知道黄旗有哪些食疗功效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养生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